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掌柜夫人 看出什么了吗 这个写信的人很小心 没有透露任何身份信息 不过也是 十年了 要通过一封信找人也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 怎么 这个望月桥我知道 很多贩府走卒都在那里歇脚 关键就是这人多眼杂的 这个如此谨慎小心的高明人 为什么要约在那儿呢 事出反常必有意义 我们去那儿看看 嗯 这里人来人往四通八达 的确不是一个可以密会的好地方 你看那边 好看啊 是吧 你看那儿 来 二维欢迎我 她选择这里 不是为了街头 而是为了暗中观察 以侧安全 这不是潘大人和上官小姐吗 二位是打家啊 还是住店啊 我跟大人出来踏青 有些口渴了 先气候好茶吧 好嘞 二位稍坐 嘿嘿嘿 掌柜的 你这儿是家老店吧 不瞒您说 我这呀 是祖上传下来的生意 在和阳啊 都开了几十年了 掌柜的 我想跟您打听个事 上官小姐 您尽管问 我姐姐呢 她十年前离家出走 从京城来了和阳 但是写了封信 信里描述的窗外景色 跟你这儿十分相似 后来她就音信全无了 我是想问问 你这儿有没有什么 住客名册 我想知道 她是否真的来过这里 十年前 京城来的 小姐真是说笑啊 十年前的名册 如今 哪里找得到啊 掌柜夫人 我这脾胃突感不适 可否帮我热碗热粥呢 好嘞 没问题 我这就去